我是大帥哥 由你說了算啊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陳明開講的頻道 我是主廚人帥哥帥哥 陪你這個下午茶時光啊 你知道1月11號是什麼日子嗎 不是購物節呢 1月11號是蘇華節 大家想一想 蘇華節有沒有放假跟我閉事 不是呢 帥哥來告訴你蘇華節的由來 來聽聽看 沒有影片我自己收 在民國32年1月11號的輸作啊 我國跟英國等國啊 重新定義的叫平等星A 做什麼呢 做這個匯儲在滿清時代 我國啊 跟這個外國 簽訂了很多很多這些不平等的條約 同屬了一些宗族的這些外國的駐外法城 這叫我國呢 這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啊讓我的蘇華錢啊 得到一個完成的獨立 所以啊我們就把這一天啊 1月11號 不要買東西啊 今天是 1月11號是蘇華節 齁 來紀念我國蘇華獨立的開始 所以我們掌聲給大家吹下去 我們都知道喔 那法律之前啊 人人平等啊 但是喔 那法律咧 是保護人權的最後一道黃線啊 可是人權受到的迫害 卻往往來自於工程力 接下來咧 我們來聽聽看 那太極門掌門人 洪博樹 一個司法賊的住廚 齁 請看 各位貴賓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新的一人來到 祝福大家新年平安快樂 司法正義是現今 紛擾社會中 維繫安定的重要基石 今天是司法節 我們齊聚於此 是凝聚司法良心 對於現行法律、立法及執法機構 檢視和省思的最佳時機 司法良心的體現 不僅是執法者的本分 也是每一位良心公民接應重視 並落實督促司法 以人權為本革新精進 在民主體制下 法官虛本於良心獨立審判 以事實真相、法律依據、司法論證為基礎 不受任何限制 也不受其他不正當、干預或人情尋思的影響 做出公平、公正的審判裁決 司法才能獲得人民的信賴 才能成為保障人民安全、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因此 法律能不能互為正義取決於裁判者、主法者的良心天平 故良心可謂司法的靈魂 法律、律定人類群聚生活所需遵守的共同規範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舉世皆然的價值 西元前四百多年的戰國時期 也有天子犯法與市民同罪的觀念 而現世、國際間共同遵循的世界人權宣言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我國憲法 均特別在其條文中招式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由此可知遵循此一原則是保障公平正義的人權基礎 法律的存在是為了破除因為種族、出生、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國籍、社會地位或其他見解等 任何理由所造成的成見與歧視 提供人們平等的權利保障 進而維繫社會的安定與平衡 法律應具有維護人權的實質內涵與精神 而非統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和武器 如何確保法律條文能夠實踐其核心價值 制定法律的動機與目的 和執法者從何角度去省著法律條款的適用 就顯得分外重要 正值漢朝司馬遷的張氏之執法一文中提到 庭位天下之貧也一請 而天下用法皆為親眾民安所措其手足 明確主出執法者的一言一行 對於人民所造成的重大影響 一國法律的制定究竟是為統治者服務 以維護主政者的利益為優先 或是把傑民當傑、皇帝、縱法為要 還是以最大程度保障傑民的權益為前提 端看立法者與主法者心中的良心天平 是否能平衡 法律不該淪為懂法者 操弄權力的武器 更不應該成為真相與正義的障礙 所謂法律來自於勢禮 而勢禮來自於勤禮 法律的制定必須合乎於勤禮 並能為一般國民所遵從 法律是保障權的最後一道防線 而良心是先於法律之上的 天地之間的唯一仲裁 在台灣人權發展史上 因為受到威權時代的遺毒影響 即便以解緣 邁向民主的路途 公權力依然是侵害人權的主要來源 而刑法和課稅 成為國家帶給傑民的兩大痛苦 歸根究底 就是立法者與執法者、裁判者 為求公權名利、貪圖利益 而忘卻保障人權是法律 司法的核心價值 致使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低下 司法不公也讓法律 避離人民的情感和生存需求 這是民主法制發展的謹訊和障礙 縱觀古今中外 司政離不開司法與稅庫 當一國的司法與稅庫成為 勒斷人民生命財產的工具 就是該政權走上拜王的起點 民主是一個動態的進程 法律條文也有因實至於的必要性 因特施時空背景所制定的律法 因事實予以修正或匯除 法律即是由民選的民意代表所制定 代表其應受到人民的檢視和監督 立法者和執法者本於良心行使職權固然重要 人民本於良心發揮監督職責亦不可厚缺 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 才能導正人權受迫害的錯誤 共創民主的兩國 進入議會貴賓 都是長期關注法稅改革 在各自領域 協有專精的領導者 肩負傳遞司法良心的重要使命 因著智慧對社會的關懷 對世人的真愛 以無謂的勇氣持續前行 一燈造魚 萬燈造狗 匯聚正向能量的新興之火 終將奔發璀璨的光聚 典量儲權的暗夜 你我親自踏下的每一步 都是邁向真法制 真民主 真權權的未來不可抹滅的珍貴足跡 祝福各位 熱行正道散發開 平安順心希望來 祝福我們的國家 良心為本行公益 朗朗清天民安樂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洪博樹 掌門的夫婦 其實也是國家公權力底下的受害者 雖然獲得了國家的恩慾賠償 但是在2020年 國稅籍跟行政執行署 仍然強行拍賣太子們修行道場的預定地 說歸了國有 所以啦 你想想看 這行政機關能到大過 書法判賊嗎 書法判賊呢 怎麼可能行政機關會大過書法判賊 所以啊 在我們響應書法賊的情況底下 除了去檢視這法律啊 是不是符合俗意之外 我們啊 更要喚請這官員的行政良心 官員要以民為本嘛 對不對 不要被獎金蒙蔽了你的雙眼啊 對不對 我們官員要注意喔 謝謝謝謝 今天呢 我們帥哥呢 要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分享人 這一個大帥哥呢 他跟柳公成同姓 柳公成是誰呢 他說 新政走比政 今天呢 這個柳先生呢 是內政部退休的資深公務員 他不厲害喔 他不只新政耶 他企業政 人更正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分享 我們來看這柳帥哥的分享 請看 我是退休公務員柳青元 今天要從一件發生在25年前 轟動社會的太極門冤錯假案 來談公平正義的課題 司法是國家透過公權力 來達成公平正義的過程 司法界有兩句名言 一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二是司法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但是我要問的是 什麼才是守護正義的第一道防線 假如第一道防線不設防 或一旦出現破口 那最後防線很容易被摧毀 我要講的正義第一道防線就是正當程序 也可說是法定程序 一般通稱為法定正當程序或正當法律程序 大法官湯德宗說 正當程序是憲法的原則 前大法官許玉秀說 所有的程序都是從程序正義開始 也由程序正義終結 因為在正當程序之前 人不分種族國籍 性別身分地位 權勢美醜 人人平等 在公平的基礎上 才有助於開啟實踐正義的大門 希臘正義女神諸斯提提亞 自乎其今一直是司法界追求公平正義的化身 他右手直劍 慘姦除惡 左手持天平 伸張公平正義 蒙眼之說 是他審判 不受外界干擾 美國天埔大學人權律師 肯尼斯教授 長期對台積門原案有深入的研究 他發現全案 充滿了違反正當法律程序的環節 埋下親害台積門師徒人權 財產前 宗教信仰自由的禍害 長達二十五年之久 震驚國際 以下我列舉幾項 法税公權力違反正當程序 親害台積門的情勢 條條都足以證明 幾宿處分及課税處分 致屬皆實無效 應與撤銷 第一 違反一事不在立 一罪不二法 刑案在高雄和新竹地監署 均查五不法 於是行政簽結 但台北地監署 侯寬監解裁官 未查明 卻強行搜索及起訴 一案三辦 第二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侯寬人發動搜索 在沒有證據未經查證下 當天晚上上載偵訊 及透過媒體對外發布 逃漏税三十一億元的假消息 利用媒體未審宣判 在搜索押人之後 事後才安排證人 配合作為證 第三 起訴書憑空內造物質養小鬼 在八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提起公訴 但兩天後才派員到台積門道館 搜索養小鬼證據 以及詢問被告是否養小鬼 這是先射件再化法的二職犯案手法 第四 國稅局對台積門以重大逃漏稅嫌疑 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之一 推計課稅處罰 卻為依法 該法的法定程序 事先報經財政部核准 程序要件不備 課稅當然自食無效 第五 86、88、89年教育部三度明確指出 太積門不是補習班 101年國稅局公文也自己承認 太積門不是補習班 107年最高行政法院更判決認定 太積門是武術修行團體不是補習班 所以86年當時國稅局以補習班名義開單課法 致使認定事實錯誤 適用法律也當然更著錯誤 總上太積門怨難歷經十年七個月 深層級法院在96年7月13日 獲最高法院判決 無罪、無詐欺、無逃漏稅、無違反稅金基政法確定 這是垂足民主法治社會定於一尊的終局司法判決 可惜竟會受到法罪公權力機關的尊重 所以無原案延宕期間達25年 從以上公權力機關一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 事實明確、事態嚴重 再再彰顯正當程序的守護重要無比 所以太積門怨難在平反過程歷經千辛亂苦 此時此刻正需要全民一次大力推動法稅改革保護人權 身為退休公務人員的我 面對法稅公權力的傲慢、霸凌人民 自依法行政於戶外 尤其是受到少數違法亂記公務人員 把國家綁架、迫害人權、迫及全民 最令人痛心與悲憤 希望憂果愛民的人人之士 人人勇敢站出來 一起來敦促政府改革即時擊斃、改革不良的體制 同時平反太積門的冤稅夾案 澄清立志、保護人權 分享結束 謝謝大家 好 剛剛這個劉帥哥分享的內容非常好 帥哥我對這個裡面的程序正義 非常的有感覺 我想說大法官湯德忠 他說正當程序是我們憲法的原則 還有前大法官是義秀 他說所有的程序都是從程序正義開始 所以也都是從程序正義來終結 很多專家審責 都說太極門案是一個 罰稅毆毆巴士證 或者是索罰的造謠證 從案件中看到很多不公不義的訴訟 違反程序正義 訴訟實在是太多了 講不完 接下來大家有一個福利 什麼福利呢 我們請來一個美女律書 有一個律書翁小姐 這漂亮的翁小姐 他是一個專業的律書 來聽到他的分享 來看看翁小姐的分享 請看 主持人各位來賓還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以前沒有文字 可是許多東西 就透過了口耳相傳保留了下來 像我阿嬤她今年98歲 她完全不認識字 但在我小時候 她就跟我分享過六貴的由來 她說以前我們姓翁的一位祖先 她是一名好官 那後來因為被追殺 所以決定把子孫分成六個姓 也就是所謂的六貴 所以以前在交男朋友的時候 阿嬤還會特別問說 她是姓什麼的 提醒我說盡量表示六貴裡面的姓 因為她說大家早期都是一家人 會有一些親戚間的關係喔 其實這種感覺很神奇也很珍貴 因為就好像我們知道說 許多的歷史還有文化 是這樣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 就好像阿 我有一個學姐她姓孤 孤政府的孤 她也曾經跟我分享過說 她的祖先以前因為被追殺 那她躲在姑婆玉底下 而僥倖地逃過了一劫 為了表達感謝 所以祖先們就決定說 那我們要就改姓孤 這算很有趣 可是我們也可以感覺到說 以前因為威權政治的一個關係 不是這麼強調人權的保障 如果人民惹到了群世 隨時都可能會小命不薄喔 那當然很吸引我們現在是 民主法治的一個時代 那政府呢也強調公僕還有服務的精神 講究保障人權的重要性 所以我覺得我們人民 更應該一起來去關心政府的施政 把我們關心的議題呢 能夠讓政府來了解 那相信政府呢也能夠更加的傾聽民意 做出更適合的一個政策的決定判斷喔 那大家我相信這樣子 社會才會更進步啦 那像今年呢税圈基政法的一個修正 是在今年11月30號來通過 那也在12月17號來公佈施行 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比較遺憾的是像第28條的一個修正 雖然說呢針對納税 自身的錯誤來導致說一角税款 可以申請退稅的期間是從5年修正到10年 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可以規則於 政府機關的一個錯誤 卻是從沒有期間的限制而修正為15年 其實就是縮短為15年喔 算說呢實務上之前針對税圈基政法 第28條第二項還有行政程序法 第131條有關於說公法上 所以可以規則為政府機關的錯誤 不管是適用法令、認定、事實、計算金融 或是其他原因產生的錯誤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可以知道的 就是所謂的烏龍稅單嘛 既然是政府機關的錯誤 你卻從沒有期限修正為15年 這讓人民感覺很像是 我們國家複製人權在開倒車的一個 就感覺保障好像變少了 尤其是說我們更應該去考量說 目前人民在行政救濟事務上 所面臨到的一個困境 因為就算民眾來去打印了行政救濟 但是如果說法院還是設定處 那税圈機關也不依照全責來去 改善這樣萬年稅單的一個怪現象 那這樣子這次税圈基政法的一個修正 恐怕沒有辦法去保障到納稅義務人的權益 那你又如何去維護賦水的一個公平性 那這次我們這邊呢 拿已經25年的太吉馬案件為例 太吉馬案件呢 從民國85年的刑案的假案開始 當時侯款檢察官呢 僅憑著不適的檢舉來去違法起訴掌門人還有弟子 還濫權搜索了太吉馬道館 大動作的引起了社會輿論 其實造成了許多弟子跟家庭 都是無端的去受到波及 身心情真的是受創的很嚴重喔 基金都有很深的一個影響 那最後呢96年7月13號 最高法院三審判決決定 無詐欺無欠稅無違反稅冤及真法 那並且認定說弟子進程給師父的禁師禮 是屬於贈餘的性質依法是年稅所得 而弟子之間的代辦行為也不是因例販售 跟師父師母也沒有關係 那98年無辜遭到違法積壓的太吉馬的師徒 也都全部都獲得了國家冤獄的賠償 那其實這個時候啊 由刑案衍生的稅案 國稅局就應該要依法 依照權責來去撤銷所有的違法課稅的處分喔 可是啊 當初國稅局不但沒有依照權責調查 甚至呢還有隱匿證物 那僅凭著檢察官布什起訴書 就來開單課稅重罰的一個情形喔 那這樣的烏龍稅單其實糾纏人民至今已經20多年了 不要說15年已經超過20多年了 一路上太吉門師徒尋求行政救濟 也多次了去打贏勝訴 那最高行政法院呢 也在107年的判決裡面來認定說 太吉門是氣功武術修行門派 但就算是這樣 還是沒有辦法還給人民公道還有正義 太吉門掌門人預定給弟子修行的徒弟喔 還是被強說為國有 那目前這個案子呢 也引發了許多國際專家學者的關注 像七星宗教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和理事長 特馬西姆最近在華府舉行的國際記者會上啊 就表示說台灣政府沒有正確理解太吉門案 這不是一個國內獲稅方面的案件 而是以宗教信仰 自由為本的一個人權迫害案例 我們知道現今政府跟社會民意 我們是重視民主法治還有人權的 所以我們希望少數官員能夠正視這段歷史的錯誤 並且依照權責去更正他 不要自欺欺人 不要繼續去欺騙總統欺騙政府欺騙人民 甚至追殺人民 就像總統說的 台灣應該要團結 讓我們一起朝向人權國家的路前進 謝謝大家 我給我們謝謝我們翁小姐 我們律師的分享 小法之後啊 這個政府才有的貨的烏龍稅單 政府啊最後這個錯誤啊 政府機關錯很多 人民要繳的稅也多很多 可恕啊人民繳了這麼多的稅要退稅呢 從以前沒有其善的退稅 變成什麼 變成只有15年而已 那錢不是錢喔 15年做的不是錢 這很奇怪 還有啊人民啊 就算打贏了這些行政救濟處分 行政救濟官書 立法院不是 如果還要撤回 還要成為另為處分 就是要回去叫這個 叫這個 國稅局再來一次就對了 如果國稅局的稅政機關沒有改呢 那你就烏龍稅單啊 所以這個烏龍稅單 萬年就不會死啊 就不會死了 你有沒有打過電動 碰到那個大魔王都不會死 不管你練得多厲害都 死掉都再重來 阿不就浪費很多 大家的年輕歲月跟青春了嗎 欸 朋友啊 這我們時間呢 是要用在這個有意義的事情上面呢 這時間對人民這個國家 才會非常的有好處啦 不要浪費在這個沒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好 接下來咧 喔 又有女性福利 有一個大福利喔 喔 女性的觀眾朋友 來喔來喔 接下來有一個比我還要帥的大帥哥喔 這個是我公認的齁 這一集的陳祖祥大帥哥大律師 那是譬如說更加演奏的大帥哥 我們來聽聽看 陳祖祥律師的溫祥 喔請看 太景門這個個案 我的個人觀察是說 其實行政執行的這個區塊 目前也是治外罰權 因為目前行政執行主管機關 就是這個負責的機關是行政執行署 行政執行署的署長 目前都是由這個檢查體系去調任過來的 所以它本質上它是一個行政官 那其實相比於這個民事的強制執行程序 行政執行並沒有一個法院的司法審查在當中 全部都是透過行政官的執行 行政的這個命令下去做這個行政執行的工作 我認為它也是一個治外法權 在這個執行過程當中 沒有經過法院甚至一個司法官的一個審查 其實我遇到的很多司法人員 司法官每天都是兢兢業業 為著這個審判在勞心勞力 也非常認真的在做這個審判的工作 這也可以從我們這個太景門案件 無罪無稅的這件事情上面可以得到印證 無罪無稅 為什麼只有特別一個年度 它會被認定為這個補習班的學費 因此進入到這個行政執行當中呢 這當然是一個很不合理的一個情況 但是其他的判決也都肯認了這個禁私禮 是一個贈餘的性質 它並不是一個學費啊 那這時候其實行政機關 他們其實可以啟動這個程序重開的這個程序 主動來撤銷這個稅單 我認為在法理上其實也是可行的 那可是行政機關就覺得說 他去做這件事情好像承認自己過去做錯了 那所以行政機關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把這個案件又推給了行政執行署 說我這個已經有執行名義了 所以行政執行署你要趕快執行啊 那行政執行署當然就是依法行政 又強調說我們根據法律 因為這個已經有確定判決了啊 那既然這個移送機關也決定說要移送了 所以我們沒有權力去審查說 這個執行名義有沒有錯 所以依法我們也是要繼續執行下去 他就會很不能接受說 為什麼一個明明是錯的判決 行政執行署硬要執行呢 其實這個並不意外 在二戰德國 納粹在屠殺猶太人的時候 所有的行政官員也說我們是依法行政啊 當時候的命令 法律就是說這些猶太人 我們就是要把他們送進這個集中營 然後甚至把他們用毒氣把他們屠殺掉 我們都是依法行政 那在戰後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學者 叫漢娜厄蘭 他就研究了這個行為 就研究說這一班人 為什麼干預當筷子手 後來他研究的結論 就覺得這一班人其實跟一班人沒什麼兩樣 所以他把這樣的現象 他就稱為這叫邪惡的平庸 那同樣在行政執行署 他們當然也可以說我們一切依法執行啊 可是在這個問題當中 真的有全部依法執行嗎 我們也發覺其實也沒有 因為依照這個法令的規定 在這個所謂的機關要去承受這個拍賣的不動產 必須經過兩次的減價拍賣 可是在這個太極門的案件當中 只有經過一次減價拍賣 並沒有經過兩次的減價拍賣 可是行政執行署依然同意了這個 國稅局的這個承受的請求 那這個叫做依法行政嗎 顯然也不是 可是問題是有即時救濟的管道嗎 並沒有 那對於這個邪惡的平庸 我們能做的是什麼 不斷的發聲 不斷的運動 不斷的監督公權力 所以 請勉各位 我們繼續一起努力 謝謝 喔 今天這個司法座啊 我們還是要像成國的這些司法人員啊 注上我們最高的敬意 像這個太極門這個案件啊 經歷了這十年三個月 非常非常嚴謹的審理 獲得三審換得 無罪無憲稅啦 特別感謝第五任法官 趙祖隆法官 不是那個唐山趙祖隆喔 是趙祖隆法官 趙祖隆啊 面對這個非常 社會矚目的案件的態度 是非常非常嚴謹啦 他也發現啊 交互責問呢 有助於這 這些釐清訴訟的真相 所以啊 用這個交互責任的方法 來損女文太子們的案件呢 也是非常的有效 所以啊 還換了很多很多的政輪 在開庭的時候啊 有時候都開到晚上喔 甚至開到半夜都有 所以啊 我們在這裡啊 要跟趙祖隆法官說 喔謝謝 你辛苦囉 喔 相反啊 在這裡面 這侯寬的檢察官啊 在尊辦我們太子門案件裡面 有創下了很多 屬無成立的 這個成立的事情喔 什麼呢 譬如說 把兩小鬼放在起訴書裡面 欸這笑破人的嘴啦 方正在我們台灣這個書法署上 實在是有夠羞羞連 喔 最好咧 我們帥哥一樣精神的一個 漂亮的動畫片 大家看看什麼是好笑耶 欸上班時候 現在還在上班喔 欸要笑就小聲一點喔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這個動畫影片 好 偶數大帥哥啦 我們正義常在 恩恩不在啊 我們帥哥咧陪你走過這一段 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就到這裡面 喜歡我們帥哥的咧 就是我的人 啊記得給我按個讚 分享 也要給我留言喔 我會看喔 我會看喔 下週要回大家留言給大家看喔 記得下一集我會回留言喔 還有啊 開啟我們小鈴鐺 小鈴鐺 不好意思 每次都說錯 開啟我們的小鈴鐺喔 就是這樣喔 謝謝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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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眾 哪製他有生氣 這個就不是太多薄 花架 把著它們的豆瓶 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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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也讓媒體就拿來蓮 拿來蓬 三時間太結婚 像是變成是 那這棵頭目鹹 其實是一位太結婚的地主 把買回去送給她的叔父 會結成名 頭目鹹 很多人家會有時拿來 要做什麼 不然是看水而已 主要是 我們民間的信用人為這個人 趨吉避凶 而且還有 頂山派峽的用途 發布 頭目鹹和刺繡鬼 那是天差地的 完全電腦病 刺繡鬼寫入於起訴書 這也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挑戰 我們都建設的事情 中華民國 司法蘇生第一次 合格在有什麼問題 很明顯是 違反了 科學建國 和經驗發席 倫理發席 趨吉避凶的起訴書 出來 馬上引起 很多發改 專業民宿 署民國欠責 笑死人 而且 又在 司法官的婚姻所 好看人這種的作為 叫做富民教材 叫 司法官 你們一定 不可以再做這種 漏氣態 實在說 這黑白來 這嚴重破壞 我們司法的 衛生 司法是非常嚴肅的 怎麼會 在說這種 趨吉避凶的事情 1997年 五月錯誤 好看人接受 TVVX電視台 新聞百分百訪問 主持人是李士端 他就跟他問說 好檢察官 你是憑什麼 來斷定說 那是 恥修鬼呢 好看人就真有自信 這樣公開在媒體上說 他當然是 憑人 我按著他的甘心 他看著一聲 四個期的 偶像 按照我辦案的 立角度領域 他應該有恥修鬼 這命啊 小禮喔 看我聽到 我們的甘心 可以動作 堅固破斷 說不給你恥修 恐怖呢 因為好看人檢察官 用甘心在辦案 所以 立法委員 天秋津 這孫 法務部長 他就說 這個檢察官 用你的甘心 就可以判斷 是不是在在 蓋索的位置 這樣我們台灣就 永遠無人的安寧了 對著了 這一段 二十五年 太極門的 完案 他又無法做成功了 那跟 宮廟 不只有永遠的好看人 一直在 這部上就在那裡說 怎麼怎麼恥修鬼啦 結果呢 媒體也做得 和起步 因為做得 讓大家看起來很爽的 啊 現在說的 都是白人的事情 不可以的事情 哇 無中性友 說到 整個台灣 電視媒體 讓我們的社會 變成是 無言長期 這是罪惡啊 無言太極門的 恥修鬼 這是好管人 最恶毒的 勉門手段 這種 實在 完全不應該的理由 用膝蓋上想 那也知道 根本就沒辦法 能夠來定罪嘛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是先用 恥修鬼 要跟 摸歐 白不黏歐 還要給 牛倫的壓力 而且還用到 不失的水段 他竹底要吹鬼 太極門 噢 太極門了 是怎麼一個 檢查官 不是修法 你是浪法 實在 讓我們 感覺很不可思議 現在 2007年 7月13 就是民國 96年 7月13 好 告訴我們 我們 是發言 最高發言 三心 確定 太極門 無詐欺 無罪 無欠罪 哇 這不是 大大的 把好管人 戴上的大腿皮了 所以 剛才跟各位 在說到 好管人 恥修鬼 笑破人的嘴 是不是 感覺很不可管理 好管人 現在 又生冠 冠又做到那裡大 抱歉的 地大腿 好心的 到地上 鄉親 看冠 聽著 我們好心的人 是不是應該要站出來 用來主持一個正義呢 最後 代表 太極門 來做一個聲明 太極門 無恥修鬼 不失言論 已經對太極門的聲音 造成嚴重的傷害 太極門也要求 無恥修鬼的認識 要向太極門來度限 必要是 會採取 法律的途徑 人家說 檢察官好管人 生死人 吃味霸 生氣素 吃太太 看我心來扮演 頭目減 吃太太 笑破人的嘴 檢察官好管人 生死人 吃味霸 生氣素 吃太太 看我心來扮演 頭目減 吃太太 笑破人的嘴 笑破人的嘴